弟兄姐妹,主内平安,欢迎收听《清晨甘露》,今天是7月24日,我们要默想的主题经文是出埃及纪十四章十三节 只管站住,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,这些话是神在信徒受到大难和危困之时所给他们的命令 信徒在进退为谷,左右两难,上天无路,入地无门之时该怎么办呢? 主向他说,只管站住,遇到这种情形,他应当专心听主的话,因为别人和恶者也必前来说长道短,以致众说纷纭,莫终一世 绝望对你说,躺下等死吧,拉倒吧,但神却让我们高高兴兴地鼓起勇气来,就是在最危难的时候,也当以他的慈爱和信实为乐 怯懦对他说,回来吧,再回到世俗里,你不能做一个基督徒,那太难了,改变你的主意吧 但是,无论撒旦怎样用可咒的话劝你,若你是神的孩子,就不当听从他 他叫你立上加力,奋勇向前,那莫死亡或地狱是绝不会使你转离正路的 若你遵命暂时站住,等到合一的时候,你必能重新得力,大的进展 鲁莽说道,你要发愤,有所作为才行,站住等待,乃是懒惰人的行径 我们必须立即有所作为,我们一想到就当这样做,我们乃要仰望那位我们行作一切式的神 妄想夸口说,若大海当前,也要走上去,因为必有神迹出现 但是信心既不听妄想,也不听绝望,怯懦和鲁莽的话,俩要听神的话说只管站住 像盘石一样稳固不移,只管站住,挺身昂首立,正站直,准备行动 听后号令,欢喜忍耐的等候神的指示,不久神必向你说话 正向摩西清清楚楚地对以色列人说,往前走 主尊名总不怕认,虽应主受辱极慎,荣耀主是你本分,往前走